澳門市民前往廣東省 要先取得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並在抵達豬澳口岸前 就應將澳門健康碼成功轉換為月康碼 在已生成的澳門健康碼 按下載個人資料申請月康碼 填寫港澳居民 來往內地通行證即回鄉證號碼 要注意最後一定要加上換證次數 例如回鄉證號碼是M12345678 換證次數為01 則須填寫M1234567801 再逐一勾選下方承諾及知識欄目 然後按右下方向月康碼申請轉碼 頁面自動轉到月康碼介面 在出入境訊息中點選入境 個人訊息內的大部份資料 會因應澳門健康碼而自動生成 須填寫的只有職業 如果你沒有職業則填上沒有 其他訊息方面要選擇手機號類型 如果你沒有內地手機 就選境外填寫本澳的手機號碼 境內居住地區則按在於清單中 選擇廣東省將前往的城市及區分 在境內居住詳細地址欄中 詳細填上街道、社區或門牌紅或酒店地址 如果沒有境內居住地址則建議填上沒有 其他境內有效聯繫人方面 填上其姓名及聯絡電話 如果沒有聯繫人可填上同行人士資料 如果沒有則建議填上沒有 而聯繫方式可填上自己的手機號碼 之後問及的是過去14天內 你旅行或居住的國家及地區 基本上是填寫你的本澳地址 開始日期建議選擇過去14天的第一日 結束日期則為過去14天的最後一日 如果過去14天內 你有多個旅行或居住的國家及地區 請按國內或國外地址添加 填寫更多的住址資料 隨後你要申報過去14天內的健康狀況 有否相關的徵狀、復約情況 曾否接受檢測或檢測結果 最後閱讀並勾損紅色字體的聲明部分 便可提交申報 首次申報時 首機會收到短訊驗證碼 填妥驗證碼後提交 只要成功提交後 系統將生成能再入境內地使用的 月康碼通關憑證 記住截圖保存 及可儲存至智能手機的主畫面 並會收到由月省市發出 有關月康碼系統連結的短訊